那下面这个练习呢 我们就是要爬取球诗百科上面所有的段子 幼儿地址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要爬取的是球诗百科热门这个栏目下面所有的段子 比如说大家看到 这是第一页对不对 这里呢有下一页 对吧 这是下一页对不对 那么这个下一页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一页之后呢 大家看到U2的规律 什么规律啊 是不是加了1啊 是不是每次加1啊 这第三页就是3 第四页就是4 对不对 那第13页呢 是不是就是13呀 那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当我再点个更多的时候 它会到第14页去吗 那我们不确定 我们点一下它 是不是就跳了呀 跳到后腿里面去了 对不对 那说明呢 热门这一块内容一共就13页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知道U2的规律 知道它一共就14页 就13页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最开始是应该构造一个 start的U2呢 还是可以构造一个U2列表呢 U2列表对不对 那构造U2列表的时候 大家也需要特别注意 什么呢 当前这个页面上的数据呢 在U2地址对的响应里面 是有的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得确定一下 如果说我们去请求 我们把这个U2地址 关键找到了 构造一堆U2地址 我们发现我们请求的时候呢 就压根没有数据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确定 当前这个U2地址对的响应里面呢 是有我们想要的数据的 那怎么判断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和之前一样对不对 去搜一下就好了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搜 比如说 洗澡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呀 那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elements 它所在的位置 elements这段内容在哪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不是有好多个DIV呀 每个DIV好像呢 包括了就是一个 段子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DIV对不对 它是一块 这是第二个DIV 是不是另外一块啊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们要分组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 根据这样一个DIV 来进行分组呀 跟DIV来进行分组 那它是在一个 ID等CtrlNav的下面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那条work里面 有没有ID等于CtrlNav的 它也有对不对 它下面就是这样一个DIV 对吧 那此时此刻 我们可以认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获取DIV 内容的时候呢 按照这里来写XBus对不对 那么对于这DIV 里面说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得确定一下 那在外面里面 是不是有的 对吧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参考 这样一个 Elements里面的内容 来写这个XBus 是吧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Elements 我们要获取的 这一段内容 它和当前 幼儿这一段 想象的这一段 是一模一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参考 Elements去写XBus了呀 我们刚刚是怎么做的呀 我们刚刚是不是首先确定 数据的哪个位置呀 我们确定它在ID这个下面 Connect下面 那么最终呢 我们去 这右边搜一下这个ID 我们发现它有 是吧 而且我们发现了 它下面的就是这样一个 DIV class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这的数据 最起码 这个DIV它是有的 那DIV里面 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也得确定一下 比如说我们搜一下 段子的内容 对吧 段子的内容 它是在这样一个span下面 span呢 它是在content下面 对不对 那我们去想一里面看一下 搜一下content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发现 它确实也在DIV class的content下面 一个span下面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的呀 那此时此刻 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 这边来写这个XBus呀 那当然了 对于我们要获取这个图片呀 获取名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得确定一下呀 否则的话呢 我们是不能够 根据Elements来写XBus的 为什么我们要根据Elements来写XBus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我们这里可以折叠 我们看到非常方便 对不对 另外一个原因呢 我们在这个Elements里面 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对吧 所以此时此刻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我们并不是什么时候 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的 并不是每个网站呢 都可以使用Elements来写XBus的 我们必须保证 它们两个地方 是一样的情况下 才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大家下课的时候呢 可以来写下这个程序 我们要获取什么呢 我们要获取这个页面上的 比如说 名字 图片 性别 年龄 段子的内容 段子 里面包含还有图片 我们要把图片地址 获取出来 好笑数 评论数 发这个最佳回复的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 最佳回复的内容 最佳回复的点赞数 对不对 这些数据都要获取 大家可以下个小时 再做下这个事情 那么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好了 好 嘍 太大奖了